大家好,我是雨婷,好久不見 那大家有發現我今天變得有點胖嗎? 其實不是我最近吃比較好,是我要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陣子都有收到一些運動員自己出的T恤 或者是跟運動員有關他們做的T恤 那現在我要來一一介紹 首先第一件我們就先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幫我們自己出的T恤 這件呢是棒球T恤版的 那我們有出一系列像是冬天你可以買帽T 那夏天我們有出很多顏色的有Vamos logo的T恤 都歡迎大家可以上Vamos的Facebook選購喔 那這個呢,我來介紹一下,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Logo 就這個呢,這個三角形其實就是大家看到的那個Plane 因為我們是專門做運動員嘛 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代表的符號 那我們主要的顏色是橘黃色 好,那第一件呢 我來讓大家看一下背後 有我們Vamos的字樣子條的 那我自己蠻喜歡這個配色 是白色跟藍色 就是夏天看起來也會很輕鬆 第二件呢,我們要介紹 柔道女王連真靈的T恤 那他的經紀人很貼心 你可以上他們的Facebook或是IG看 每一天呢幾乎每一天都有他的PO文 就是經紀人會很細心的寫連真靈發生的事啊 還有他以前故事 那這衣服呢也是他們之前出的 可以看到這上面 我轉機一點讓大家看 有很多連真靈的笑靈 很可愛 那像他比賽的時候都會綁這個 就是上面綁一個Juju 因為他們也不能夾夾子 其實這樣摔柔道的時候是蠻危險的 所以他通常你在看他比賽的時候 都是這個造型 那然後呢其實根據我們老闆他們去採訪連真靈 他們說其實他本人是很瘦很精實的 不像大家電視上或是螢幕上看到他是可能以為他是壯的 其實他是練柔道練得很精實 都是柔道不害的 那我們第三件先從背面開始介紹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最近YouTube的影片 有MIT的家是丁華田的影片 那這就是丁華田這個17歲的體操妹妹他設計的 他不但體操很厲害 而且他還是睽違51年有台灣再度有女生闖進奧運喔 而且他的地板動作叮叮跳也獲得國際體操總會認證 以後大家就可以在規則本上他們這個叮叮跳 好那我們現在再回到主題看衣服 這是他們以體操動作設計的 第一個我看一下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他最擅長的平衡幕 這個 我左手邊這個 然後中間這個呢是 是 是 是安瑪 是李志凱很擅長的安瑪 那最邊邊這個呢是 單槓 唐嘉鴻很擅長的單槓 好 這跟這幾個人沒關係 組合起來就是New Taipei City 因為他是新北市的選手 那前面就有這個 這都穿網的嗎 對 後面這個都是他自己畫自己設計的 然後老師拿去設計成他們新北市的體操隊的隊伍 台灣 猜一下這件顏色比較不一樣 前面三件都是白色的 這件來個紅的吉利一點 其實這件也是跟體操有關的 是我們之前去採訪師大體操隊 那是老師他們送我的 其實你可以看影片都可以發現 他們裡面的選手都會穿這件衣服 象徵台師大的精神 然後他們也有出藍色啊 深藍色還有白色的 這應該是可以在學校的那種福利社之類的買得到 然後後面是寫台灣 前面呢是寫台灣師大 那裡面的氣色很好 對 最後一件了 這件寫Basketball 所以當然是跟籃球有關的 那他們呢是其實是三個女生 他們成立一個團隊叫Double Pump 他們是很喜歡打籃球的女生 然後也非常支持台灣的女籃 大家可以多多去看他們的報導 都是跟女籃分野有關 不論是從基層到國家隊都有 然後這個呢 他們出的衣服呢 可以在蝦皮上面可以買到 而且我們 他們叫Double Pump 怎麼聽 Double Pu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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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覺得這個很可愛是旁邊還有一個 這個 紙飛機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裡 看得到嗎 他們是他們的Logo 對他們的Logo 他們是2014年成立的 今年是第六年 今天介紹了很多件T恤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件 這邊呢 很希望大家如果你想要支持選手的話 可以買他們的衣服 其實就像是把他們的榮耀穿在身上 是對他們一個很大的支持跟福利喔 好